教会都敬拜 但每个人对敬拜却有不同的看法 耶稣说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你教会用什么诗歌敬拜 敬拜能将你带入至圣所吗 本系列是按圣经的观点 透视历史 分享现今敬拜的意义 经历敬拜的真实 活泼的敬拜 圣赞主生命 圣赞荣耀归主生命 过去几个节目 我们都已经讲过 圣经当中对敬拜赞美的教导 有些弟兄姐妹就会问 那我们怎么能够比较实在地 带领一个比较好的敬拜赞美呢 当然我们都知道圣经的真理很重要 但是有一些什么实在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一下呢 对 今天我们就是 透过一些很实用的方法来 帮助你们明白 怎么能够进到一个更好的 敬拜赞美里面 通常我们讲到敬拜赞美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一群人一同来敬拜赞美神 但是让我告诉你一个很实在的问题 就是你个人的敬拜赞美 决定你怎么帮助一群人 进到一个更好的敬拜赞美当中 其实有的时候 为什么星期天的敬拜赞美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呢 因为大部分的信徒在平常 星期一到星期六 都不是一个敬拜赞美的人 所以星期天来到教会 他们的敬拜赞美 这不能够有什么突破 也不能够表达他们对神的爱 敬拜赞美是个操练来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个人的敬拜赞美 所以我会鼓励你 每一天当你念圣经以前 当你祷告以前 你需要有一个敬拜赞美神的时候 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所以你会说 怎么样来有一个好的个人的敬拜呢 让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吧 我在某一段时间 我都会有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四哥 我会常常用那个四哥来赞美我的神 来默想我的神 唱四哥不是要知道一些的知识 唱四哥是要透过世人用的歌词 来帮助我们的灵歌唱 我们可能唱过一首的四哥 我灵歌唱 我的灵歌唱 而不是我的头脑歌唱 不是我的口在歌唱 什么意思就是说 当你有一首 你自己很喜欢的四哥的时候 你自己慢慢地把它放在你的敬拜当中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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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我真好 多唱几遍 神真美好 神真美好 直到不是你的头脑在唱 神真美好 神真美好 他对我真美好 一直在唱 一直在唱 让他成为你自己很自发的祷告 这样你就能够投进一个很深层的敬拜里面 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在你成切的时间 在你休息的时间 在你安静的时间 用这些时间来敬拜你的神 所以有些时候 你慢慢唱啊唱啊 你就会发现 有一些四哥很能够帮助你个人崇拜 这些四哥就成为你带领别人来进到崇拜的 一些很重要的资源 举一个例子 如果有一些地方 你从来不知道怎么去的 你不能够告诉别人 你不能够带人进到那些地方 同样的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透过那些四哥能够进到神的同在当中 你带领那些四哥的时候 你也没有能力 也没有说服力 所以当我们来用一些四哥自己敬拜的时候 可能有一段时间你会慢慢的用好几首的四哥 来带领自己进到神的同在当中 如果你有这一个设计的话 你就把它写下来 你就会知道怎么能够透过这几首四哥 跟别人一同进到神的同在当中 可以吗 刚才我跟你们分享过 怎么透过个人的敬拜来建立一个群体的敬拜 其实带领群体的敬拜 也是需要一些的知识跟技巧吧 上一次的课程 我跟你们分享过 怎么透过诗篇第95篇 来进入一个赞美跟敬拜的过程 其实这一个圣经的教导 很能够帮助我们把用什么四哥 来进到敬拜当中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议 两声欢呼赞美 唱说我的话 这首诗歌你知道了 所以跟着我们进去第二首诗歌 我们唱 来高声唱 来高声唱 我们用了这两首诗歌 对不对 跟着我们唱另外一首的诗歌就是 你会发现 这两首诗歌跟第三首的诗歌 其实这是要帮助我们来注意耶稣基督 第一首的诗歌 第二首的诗歌 是我们用一个赞美的方法 来欢呼 来表明耶稣基督的那个荣耀 我们宣告祂是创造我们的神 我们宣告祂是医治我们的一生 我们这是要把耶稣基督的那个荣耀来宣告出来 所以这好像是我们上一次谈到的 透过诗篇95篇 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所以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选用一些的 令我们能够宣告神的周围的诗歌 这好像是刚才我们唱的那一些 那再给你多一个例子 这好像是 生命在于你主力量 在于你主盼望 在于你主在你 在于你 话是 一切歌颂赞美 都归我主我的神 你是配的歌颂与赞美 我们高声呼喊 赞美耶稣生命 Hallelujah 这些诗歌都能够帮助我们来欢呼 来跳舞 来轻松的来赞美神 所以当我们唱过这两首诗歌 我们唱第三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把那个欢欣的气氛 来集中起来 让我们来仰望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用那一首 向万望之王 抬起头仰望 这些诗歌都是能够帮助我们 把我们的注意力 从外面对神的宣告 重新放在主耶稣自己的身上 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开始进到一个比较慢的诗歌 温和的诗歌 因为你记得我们要来啊 我们要去生敬拜 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面前跪下 所以我们再唱另外一首 耶稣愿你回望 我们宣扬你死亡 这些诗歌就是让我们能够 跪拜在神的面前 或是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 来崇拜祂 所以这些诗歌都最后有一个结果 这是我们透过一个很热烈的赞美 再进到一个很安静的 跟神亲密的那个关系当中 最后这是让会中有一个 能够自己安静祷告的时间 那个时间不是我们祷告 是让他们自己跟神祷告 让他们聆听 让他们听到神对他们说话 然后让他们跟神相交 那个就是最好的敬拜了 刚才我们已经看过 怎么透过诗篇第95篇 来看我们怎么来设计 一个敬拜的唱诗歌的程序 其实你知道这个程序已经很好 但是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会问 那我应该怎么来挑选一些诗歌 才是好的呢 什么的诗歌用在敬拜祂上面 会比较好呢 我希望弟兄姐妹要了解一件事情 这是过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其实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诗歌本 不同的教会 不同的传统的教会 有他自己的诗歌本 诗歌本的用处是要表明 那个教会究竟伤心一些什么事情 透过唱那些诗歌的时候 我们把信仰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诗歌本当中的诗歌都是符合圣经的真理 也符合教会的信仰的 但是我们到了现代 我们可能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 就算是基督教的音乐 现在也越来越商品化 所以我们现在唱的诗歌 可能是来自一些的音乐的圈集里面的一些诗歌 所以变成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懂得的都是圈集里面的诗歌 还有就是一些好听的诗歌 我们就比较喜欢使用 但是问题是 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 是要用灵跟真理来敬拜神 有一些圈集的诗歌是比较倾向于我们对神的感受的 但是它对于真理的描述也是不大 不像我们过去那一些的诗歌本的诗歌一样的 比较注重一些信仰的真理的描述 所以今天当我们挑选诗歌的时候 我们比我们过去是更困难的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分享 通常在一个好的敬拜赞美聚会 或是在我们集体敬拜当中 我们要用一些怎么样的诗歌 才能够把我们的敬拜 做得更合神的心意呢? 通常我们用的诗歌大概有四种 第一种我会说是跟圣经有很直接关系的诗歌 或是说是圣经的诗歌 经文的诗歌 什么意思呢? 这是那一首诗歌可能是直接的 用圣经的那个的经文放进去的 举一个例子 我是广东人 所以我用广东话来唱一段的诗歌给你听 好不好? 神你主伴 似爱必不断绝 神你怜悯 永不知识 每个新的早生都有新人为主你的信实 何期待你信实的期待 这首诗歌是直接从耶利米爱国第三章第二十二节来的 这是神你主笨的恩惠 不会断绝 这首是很好的诗歌 这首诗歌都是从圣经来的诗歌 其实这个时候可能你已经能够想到 有一些诗歌是从圣经直接用经文写下来的诗歌 你可以举一下例子吗? 这些经文的诗歌不一定完全是圣经一字一句的放进去 可能它是把圣经有一些的意思 用我们明白的说话重新写一次的 这些诗歌都是最好的诗歌 因为世界可以改变 但是神的话语永远不改变 所以我们用这些诗歌来敬拜神的时候 最能够建立我们的灵性 所以让我们多用这些诗歌在我们的敬拜赞美的下面 所以现在有很多流行的诗歌 它是用圣经的经文来帮助我们进到敬拜的 这些诗歌我们不妨多用 第二类的诗歌我说是比较倾向另外一遍 如果我们谈到第一类的诗歌是真理的话 第二类的诗歌是比较偏向人的情感 人的情感 对神的情感 对祷告的情感 对信仰的情感 人的情感很好 因为它很能够帮助我们来表现我们对神的爱 对神的崇拜 我举一个例子 可能是赞美之存的那一个的《一生爱你》 可能你知道这一首诗歌《一生爱你》 他的歌词是《尽爱的宝贵耶稣》 你爱是何等的甘甜 我的信深深给你吸引 敬拜你 爱你是我的喜乐 所以到福哥是这样讲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跟随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跟随你 这首诗是很美的诗歌 都是我们对神的感情的表达 但是你会发现 比起我们刚才用的诗歌 那一个圣经的内容的比例 它是相对比较小的 我不是说这个诗歌因此不好 不是 它是很美的诗歌 很好的诗歌 但是你不能够一整天的吃肉 而不吃饭 你也不能够一整天的吃水果 不吃其他的事物 你要平衡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 单表达我们对神的情感 这好像是刚才我跟你们说 神的话语 跟我们的情感 跟我们的环境 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环境可以改变 我们的情感可以改变 我们对神的爱可能改变 但是神的话语不会改变 为什么这样讲呢 有些时候 当我们属灵的情况比较好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爱耶稣 对不对 我们很容易敬拜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一些时间 真的会走过死因的诱谷 对不对啊 有些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比较低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一生爱你 那个时候我们很难讲一生奉献 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单靠我们的情绪来敬拜神 我们需要宣告神的话语来重新建立我们的信心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够单单只是讲我们对神的情感 我们需要用真理跟神给我们的情感放在一起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能够用一些情感性的诗歌 但是要记得我们需要用比较多 或是用一些比较有分量的关于真理的诗歌 来平衡我们的情感的需要 所以通常我自己在赞美的部分 会比较多用一些圣经性的诗歌 宣告神的伟大 宣告神的信实 宣告神的爱 在我们的敬拜 深入的祷告当中 我会比较用多一些的情感性的诗歌 这样两方面比较平衡的话 那我们的敬拜在内会比较有深度 第三类我要跟你们分享的诗歌 就是刚才两种的诗歌的平衡 就是那些诗歌有我们对神真理的回应 我们的回应跟神的真理放在同一首诗歌里面 而那个回应是对神真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坚持 有一首很流行的短诗歌 我相信你是认诗歌 我相信你是认识的 这是这一首 我用广东话唱 我用广东话唱 你自爱 你自爱也没有敢笑 将你以往一样 直到永远 你信实何光大 你信实何光大 每座山之下 山方夫人为 我一切需用你 全早已预备 主与你的身杀 何等光大 这首诗歌很好 它讲到神的信实广大 里面有神圣经的真理 它谈到在父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儿 这个是圣经的真理 神不改变 从昨日 近日 将来 耶稣基督都是一样的 祂的慈爱 不减少 圣经讲得很好 这些都是圣经的真理 但是世人 有这样的一个回应 你的信实广大 你的信实广大 弟兄姐妹 他在讲一句 我一切的税用 你都已经准备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 四哥的真理 跟人的回应 放在一起的 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神之节一段的四哥 它的重点是 更重要的 这是神的真理 见大部分 我们的回应 是一部分 所以这些四哥 是能够把人 带到神的同在当中 第一四例 我要讲的四哥 是恩高生的四哥 什么是恩高生的四哥呢 刚才我们讲的 第一类是圣经的四哥 第二类是我们感受的四哥 第三类是圣经跟我们感受 第四类是恩高性的 什么是恩高性 恩高性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是用头脑来唱的四哥 我们是用信跟灵来唱的四哥 这些四哥 没有什么特别的歌词 但是很有能力 举一个例子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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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诗歌不需要用什么歌词 这些诗歌只是让你的灵 完全自由的向神来表达 你对祂的渴慕 吸引圣灵来充满你 所以有一些诗歌的副歌 可以变成安高兴的诗歌 举一个例子 这好像是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们唱的那一首 颂战主生命 颂战主生命 颂战荣耀归主生命 颂战主生命 颂战荣耀归主生命 所以有些人会再唱 哈利利亚 哈利利亚 颂战荣耀归主生命 哈利利亚 哈利利亚 颂战荣耀归主生命 再来 颂战主生命 我们说 颂战主生命 哈利利亚 颂战荣耀归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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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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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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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同在使我完全 让我们举起双手唱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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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同在使我完全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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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们进到更深的敬拜当中 让我们在地上已经经历天上永远的敬拜 让我们的心因为你的同在满足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字求 阿们 当我们讲到关于圣经的诗歌的时候 其实每一次当我们拿起这些诗歌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不光是唱它 我们需要研究它 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这首诗歌的圣经的内容是什么 它从那一段圣经引用出来 它是用那一段圣经来写成这首诗歌 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同样的研读这一段的圣经 让我们对这一段圣经的真理更多的理解 是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圣经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成为一个支援 很重要的 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 我们敬拜神 不但是用真理来敬拜 我们也需要透过圣灵 所以当我们有更多圣经的真理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 圣灵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提醒我们 耶稣讲过什么话 对 多研究圣经 会令我们的敬拜更有深度 感谢她 如同感谢她 传颂她的命 圣灵 永生天父赔到我们赞美 今宰今宰永宰的真神 一二三四 好来 让神欢呼赞美 承送我的话 我要 男男活着为你 我用生命来赞美你 来敬拜你我 活着成为了你 嘿嘿嘿 你是所有 你是盼望 你是我心肯定 你是主耶稣 让我们归在祂的面前 来敬拜这个荣耀的王好不好 你可以出来找一个空间 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 接受我们的敬拜赞美 哈利路亚 给耶稣最大的荣耀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亲朋姐妹 其实在现代的敬拜赞美当中 乐器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用的乐器 都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在一般的教会当中 如果你要一开始的时候 有整个很厉害 厉害的乐队 其实也是不太的现实 所以我现在要介绍一下 我们用的乐器 我们的乐手 最主要的除了是我们的乐手以外 其实那个琴都是很重要的 其中我们用了一些的 可乘戏 我们说 这不是一般普通的那些钢琴 而是一些有不同的声音的 一个的琴 举一个例子 这个琴我们可以弹钢琴的声音 我们在教会通常会听到 用钢琴弹这首歌 所以这个琴其实已经做了一些的效果在里面 当然在一些比较传统的教会 可能你会听到这个声音 为什么要用这些琴呢 其中一个的原因就是 因为它能够做出一些很特别的效果 这好像是我们要给人一个的想象 这好像是我们曾经跟你们谈过 在敬拜当中要比较多想象 举一个例子 你去想象一下天丝飞翔是怎么样的 弹给他们听 好不好 慢慢的我们来到你面前 慢慢的我们来到你面前 当然 当他一直去做的时候 我们要听到神同在的那个风声 很远的地方 有天使天君来谈四元的乐器 这个是没有排练的 这个只是现场他们对圣灵的感动 来缓出来的音乐 对圣灵的声音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因为我们要听到这个声音乐 耶稣因祢生命我们敬拜 也承认祢是主 来 我们说 耶稣因祢生命我们敬拜 跪下在祢面前来敬拜 耶稣因祢生命我们敬拜 也承认祢是主 耶稣基督是主 很求生命 很求生命是家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耶稣是我的主 只有祢是我的主 没有别的神 没有别的主 单单只有祢是我的主 是我的主 我的神 Hallelujah Hallelujah 作为一个 带领敬拜的人 感受神的同在 当然我知道他弹的是什么调 在那个时候 我感到神怎么带领我来敬拜 我就自由的把我心里面 对神的敬拜用一首 对的歌来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弹的巧妙 圣经说的 怎么来达到这个效果 有很多在教会服事的音乐的人 他们没有好好的练习 那个练习不是对着那个歌谱来谈 而是把四个谈到 变成自己的一个部分 把四个谈成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 把四个唱成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 好 回来 我们用一些比较多变化的 声音变化的琴 来营造一个的气氛 有一些教会用吉他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意见是 用低音的吉他来配合价值鼓 跟这个琴 其实三件的乐器 已经能够做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所以有一些人说 怎么开始一个敬拜的团队 我会鼓励你有一台琴 有一个好的事情 来把每一首四个记下来 你练习的时候 不是练习的时候 是用那些四个来敬拜神 弹到一个地步 你能够把四个记下来 自然的来敬拜 那你就成功了 低音解踏 是一个很好的乐器的开始 因为低音的解踏 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长坨 加之鼓是很简单的东西 就已经能够做到 好 我们做最后的一个示范 做一个透过三件的乐器 我们用一个F调 我们弹神真美好 他对我真好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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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真美好 神真美好 哈利路亚 神真美好 他对我真好 再来一遍 神真美好 哈利路亚 神真美好 哈利路亚 神真美好 他对我真好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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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我真好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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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我真好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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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些乐器 从最简单的东西开始 是比较好的 整个教会的气氛 也能够比较容易建立起来 所以如果你需要来 把教会的敬拜赞美 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的话 为自己的教会祷告 主啊给我们音乐的人才 也要求他们把歌记在脑袋 不是为了那个乐谱要记下来 而是能够自由的 谈的巧妙的来敬拜我们的圣 哈利路亚 希望你的教会的敬拜赞美 能够成长 神赐福你 神赐福你